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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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那麼開始了解十二指場之前 不如先看看別人怎麼評價我們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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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為國際都會的香港 老人家每天都為他一國幾毫辛苦工作 收拾一天才換到50元的時候 就在想是為那麼不值錢呢 會不會有更好的方法 使他所做的勞力得到更好的回報呢 可能我們坐在冷氣巴士裡經過 夏天三十幾度他們在搬走 我們看出去覺得很辛苦 總是你要去做過你才能感受到 我現在手上這個是雞蛋箱 拿上手可能連一公斤都沒有 根據市值來說 可能是不超過六毫子的 現在我們是用兩個一個和婆婆去收 兩個剛剛畢業的少年 創萬了環保社企十二指場 高於市隔 向老人家買新鎮指霜轉售 令指霜生命由T2 同時改善十方長者的生活 好 謝謝Kent 有人說我們是一群良心的收買佬 也有人說我們促進環保 輔助了西 而我們看自己就是一群腳踏實地 一步一步走出條路來的社企創業者 有一天我在西區副食品市場 見到一個滿面滄桑的路由機 它竟然是在收拾菜板 丟出來的菜 那一刻我終於相信一個數字 香港 GDP 人均 亞洲第二 原來 有一百萬的貧窮人口 三分一的路由機 是生活在一個貧窮線上 當中 更有人是在收拾辣實的 看到那個畫面 我本身打算馬上給我一點錢 那位路由機 但是他很堅拒地拒絕了我 跟我說了一句 老公不要緊 還有氣有力 可以買到麵包吃 那一刻我終於明白到 路由機要的那群路由機 不是要我們同情 幫助又或者施捨 他要的是生活得有尊嚴 他想的是他所付出的東西 是得到我們認同 我看一看他旁邊的手推車 再跟路由機說 路由機 不是給你錢 我是要跟你買你的紙皮 是 我們五個 阿豪 阿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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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決定跟路由機做生意 不過 生意真的很難做 一年之前 我們以為可以收到路由的所有智商 然後走到全香港的物流包裝 運輸速遞的行業 竟然沒有人管我們 半年前 穿上這身輕衣 走過整條海味街 終於做到第一班生意 賺到五元 感性的背後 都要理性地做事 怎樣做呢 阿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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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售給海味界 或者其他商戶 這些商一開始我們跟他們收的時候 確實是要推著手推遮 後可慢慢跟他們收 但到了今時今日 我們已經有個信任在這裡 我們收貨的時候 他們不一定在這裡 他們將紙箱放在某些天橋底 或者後樓梯位 然後我們自己在定時就去清 見到面的時候 才再付錢 這個模式是建立在我們雙方的互信之上 我們收了箱之後 就會做一些處理 然後轉售出去 可以看到這三款 其實就是我們比較常見的三種箱 我們也有收到其他一些箱 但開始在這個買賣裡面 我們發現 只是買箱這個價值 未必能夠使我們可以生存下去 古語都說 窮則變 變則通 通則狗 我們想想 覺得不是 那些箱我們可以黏一些廣告在上面賣出去 有一幫特定的觀眾 這些收入 就可以令到我們有更多的收入 更容易生存下去了 那久而久之 我們就生產了一件事 就是把廣告貼在箱上 而說回我們買箱的客人 我們分了四個項目 包括網店 迷你倉 搬家的用戶 和海味街 這四個項目 其實都是有一個共同需求的痛點 就是他們需要穩定的 優質 彈性 尺寸彈性 和平價的紙箱 我舉例來講 網店可能每次包貨的大小都不一樣 有時一包薯片 有時兩支頭水 但是在他們角度 他們生產這麼多不同類型的紙箱 是非常昂貴的 而我們十二指上收到不同類型的紙箱 賣給他們 正正正正在解決他們的問題 我們在講每一個segment 他們究竟每一個行業的潛力有多大呢 在講網店我相信 今時今日的年輕人都沒有試過 去網上買東西 有一個統計做 其實香港的e-commerce估計 今年是有35億的產值 講迷你倉 相信很多人都在用 所有的迷你倉在香港 有超過300間迷你倉的結店舖 接下來幾年也會有4倍的爆炸式生長 而說搬屋的客戶 或者搬屋的辦公室 近來香港去年 就有超過4萬宗的物業 貿易交易量 在這些每一個成交背後 其實都在用很多的紙箱 最後就去到我們的海美街了 根據一個專業人士去估計 其實海美街每個月 最少都在用2萬個紙箱 我們現在12指場每個月 就在供2千個給他們 我們其實在這個位置 還有很大的空間去發展 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們在賣給什麼人 以至於我們怎樣 用Marketing去賣到 去捉住這班客人 我交給我的同事阿Kent 去講一下 OK 麻煩阿凱了 我們現在在西環 為了令到西區的人都知道 我們12指場有便宜的紙箱 我們有定期做到一些洗街洗樓的工作 定期有做到一些洗街洗樓的工作 令到西區的人都知道 12指場有便宜的紙箱賣了 除了說我們紙箱便宜的 可以出盡環保符罪的勢之外 我們的紙箱還有什麼好呢 我們過多一段時間 就還可以跟一些人說 買我們12指場的紙箱 還有迷你倉送 因為接下來我們會和時槍迷你倉 做一個聯合的策略性推廣 只要買我們12指場的紙箱 就可以免費租用時槍迷你倉 在紙箱的一段時間 我們講完offline 講回online方面 online方面 我們又成立了自己的網站 和facebook page 很感謝郭大小傳媒報導 關於我們的故事 現在我們facebook page 有6500個人like了 like的數目並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這一群是非常有心的人 是願意幫我們 他們透過不同的方法去幫我們 包括是 講回各區承維長者的情況 還有 免費送車的 給我們 Van仔送給我們 去運輸的都有 我們嘗試將這些的鼓勵 轉成行動 就召集了 在這個月頭 召集了70人的會議 研討一下到底我們有什麼方法 可以幫到更多的承維者 除了幫到我們 完成我們的social mission之外 還可以幫我們 找到我們的顧客 那 那裏有很多message 都是想和我們買箱的 也都有 那裏有 我們有定期 post到我們關於紙箱的故事 也都有26000個人 是Facebook user可以接觸到的 除了他們買箱之外 也會分享我們十二指場的故事 等到更加多人了解到社會問題 例如 像名人何韻詩 他們買完紙箱之外 也會分享 也有一些NGO 好像綠色和平 會分享 那麼多人分享故事原來是開心的 但也不會忘記 我們所面對的種種的困難 就好像我們收紙箱的穩定性那邊 如果我們只是和十方者收紙箱的話 是很難定期穩定供應到給我們的顧客 我們其實有和一個社區組織六腳合作 它裏面有七八個義工可以幫到我們 了解到十方者在十八區的cutting 令到我們收箱的時候 可以收得更加有效率更加快 另外我們也有嘗試收一些 十方長者收不到的紙箱 例如我們附近的食品批發市場 他們有些紙箱 定期商戶會留在自己用的 他們願意給我們 也有些包裝公司 願意免費給他們不要的板 給我們賣出去 另外去到第二個問題 是競爭行業競爭性的問題 我們現在在做事的門檻很低 非常之低 但是如果有其他競爭者出現的時候 我們是非常樂意見到的 因為他們的出現可以幫助更加多的十方者 還有我們相信我們一直以來建立的東西 並不是那麼容易被人取締的 特別是我們和十方者建立之間的關係 為甚麼我們有這樣的力量 我就交給Alvia 說一下我們團隊方面的事情 謝謝Kent 其實我們十二指場已經 不好意思 我們十二指場已經成立了一段時間 在去年2015年1月成立 其實我們對於環保社企 我們有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我們有能力 同時我們也有 passion 在能力方面我們有五個人 分工師名,每個人負責不同的崗位 有理性的人 同時也有感性的人 平衡 而在網絡方面 我們也有 IT 的專業人士負責 也有計數的人負責 帳戶和 finance 而產品的研發和設計方面 也有專業的 designer 其實在 passion 方面 我們團隊裡面有兩位成員 雖然有電力 但是他們也放棄了 有可能得到的高薪厚職 分身在這個環保企業裡面 同時在成立以後 我們無論風雨氣溫 我們堅持出去收箱送貨 而我們的努力付出 也得到兩個比賽的認同 而我們背後也有一大班專業人士 去支持我們 例如老人界 社會界的頂尖人士 同時也有 professor 出錢出力 跟我們一起風雨同路 而在我們公司成立的過程 其實在我們上年2015年已經 sorry 2015年年未已經正式成立 我們當時就在黃竹坑和西華 都有自己的倉 同時我們開始接觸婆婆 開始向他們收箱 而海尾街也成為我們的初期客戶 而在今年年初 因應市場需求逐漸增大 我們擴展我們的市場 開始推廣街頭公開 例如有些一元環保智商活動 去投入一些散客 同時我們在我們智商上 也增加了廣告位置 讓不同的客戶下廣告 增加他們的曝光率之餘 同時也增加我們額外的收入 而接下來這幾個月 我們會將我們sale channel擴張 在online方面 我們會成立了一個網上 訂購紙箱系統 offline方面 我們也同時 參謎理衝合作 提供了寄賣紙的活動 而接下來呢 我們在upcycler方面也開始著手 我們開始用紙箱 用在不同用途裡面 增加紙箱的價值 例如我們用紙箱 做了一些phone board 以及一些backdrop等等 用在不同的活動和展覽裡面 而我們最近也研發了一些寵物產品 例如在我手上 接下來附近的一個 就是我們用紙皮做的貓用品 例如貓爪板等等 其實未來這幾年 我們打算把我們的business model 擴展到全香港不同區域 例如有新界、九龍等等 我們堅信我們能夠做得到 而至於finance方面 我們就交給阿宇和我們講解一下 好,麻煩Alphia 講完我們感性和一些實質的工作之後 都是要面對一些數字的 其實我們現在平均一個箱 就在賣四個半而已 扣除我們和婆婆收回來的成本 以及一些運輸 每一個箱的利潤就大約兩個三 而我們基本每個月的日常開支 主要就是包括人工、租金 以及一些水店的雜巷 如果計算完這些成本之後 其實我們每個月需要賣二萬九千個箱 才可以做到break even 嘩,是不是很多呢? 但是呢,如果我們看回整盤數 我們最多的是人工 其實如果不計算 我們目前是沒有出人工的 如果沒有出人工 每個月大約三千六百個箱 就可以做到一個基本的收支平衡 這個所謂就是這個月做到 所以未來我們主要的集中 就是怎樣可以追回我們那些人工的成本 因為我們都明白一盤生意 如果不計算人工 是一盤不是健康的生意 所以我們也有自己一個內部的共識 就是會根據我們的sales performance 去給回商業百分比的人工 但是要折留 我們其實都需要開源的 即使我們上報紙、上電視 未來預計剛才一個月 未來幾個月會有倍數式的增長 但其實都要額外增加多三倍的收入 我們才可以做到那二萬九千幾個箱的數量 而我們也很難確保每個月 一些十方的公公婆婆可以做到這個數量給我們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腳踏實地去分散我們收入的來源 例如我們剛才所提過在商裡面加出一些廣告收入 以及將一些紙皮做一些upcycling的產品 來擴闊我們未來的收入 令我們快點可以踏到這個數量 所以為甚麼我們今天就站在這裏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們 好 最後我們希望用這三個圓圈 去做一個很簡單的總結 希望十二指牆這一盤生意 在環保和社會方面有些正面的貢獻 在環保方面 我們每個月會延續少四噸的紙皮箱 他們的生命減少浪費 而我們更加想做的就是希望向每一位 辛辛苦苦 推到腰骨都彎的公公婆婆 他們的尊嚴作出一個尊重 而不是一份單單的施捨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這盤生意去配合 他們一直在堅持著的東西 陪我們一起走下去 提高每月至少一倍的收入 希望我們只要香港還有一個 因為我們而出現的笑臉 我們就會繼續堅持下去 希望各位也記得我們五條十二指牆 多謝 feel the way your presentation My Q&A session will begin now Please note, only the presenting the teams in our teachers are allowed to speak in this session justice, you may begin 其實我想請教一下你們 你們做這件事很環保 那有沒有計過,譬如說 每一個紙箱潤 einz 可以用多少次 那不是雙次,可能就是雙次 5th life 计算完之后 又没有一个 比如一个carbon footprint 的一个reduction的数字 如果有这个数字的话 当然香港可能现在 没有一个所谓碳市场的交易 但是你effectively 其实是 如果你做了一个数字 你可以出来交易的 或者是行不行 这个数字之后 你说我因为这样 帮香港堆田区 解决了多少问题 解决了多少碳问题 可不可以问政府拿钱 首先很感谢你的意见 老实一句 暂时我们其实 未计算过碳排方量 因为我不知道 纸箱真的可能专手几次 但是每生产一个纸箱 又或者我们要用 大约一公 叫做1kw的一度电 的时候会产生 大约0.6升的碳排方 我们要生产一个纸箱 其实每次的融电 这些机器来说 起码一个小时 都要一度电 所以我觉得 如果就这个理性的推断来说 其实每一个智商 基本上都可能 就是省到 0.6升的碳排方 那未来向政府一步的时候 那作为一间社机的话 都是一间企业 我们最想的都是智力更新的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 我会再想想 不是叫你去跟政府挨钱 我是叫你去卖这个服务给政府 因为政府 譬如它对环保 或者对整个社会来说 那现在没有地方堆田 就是 那你帮他省了那些 他本身真的有个成本 是要去堆田的 你便收信他 你收他六成的钱 打个六折 我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方法 当然 所以只是问一问 我们会积极考虑 多谢意见 那我申报一下 我认识你们其中几位 也听过你们早期的 一些选择 但是现在的模特儿 是阔了很多 我想走回去 你现在每个月 都可以是有三千个箱 收拾到 是吗 交易 交易 三千箱交易 在这三千个箱里面 其实有多少是大量去批发市场 去取的 或者是跟老人家去买的 那个分度是怎么样 因为呢 其实我们目前的模特儿 就主要收回来的箱的区域 就主要局限了西环区 其实目前我们可接触到 西环的一些实方者 就大概有十几个 那他们的贡献就大概是 跟其他不同渠道收回来的箱 是五分左右 那就是这个数字 你们觉不觉到是一个 就是相对低技术的老公 就是你们在做的 我想问五年后 如果你还在拿一万二元 你们还会做 同一样的东西 会 因为我们不觉得五年后 我们还在拿一万二元的人工 因为我们现在 已经有设计的加入 我们一直在手 试着不同的高增值 ad value 的产品 例如我们刚才有提过 将一些宠物的市场 宠物用品 或者一些报警版 我们也曾经测试过 但因为我们真的 很实质去营运 所以我们就不放进去 这方面的收入 我们的现金 都开始有 差不多十至二十个百分比 是由这些开始来的 那我们未来 会更着手在这个市场 做一些更高增值的东西 所以你说涉及一些低技术 可能现在只是搬运 送货 但其实我们背后 其实会有一些 产品研发 一些市场 一些市场 以及一些设计的技术 涉及 而我们最希望 就是做到一个 如果做到一个 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十方这个问题 就不会再出现了 因为我们直接 叫公公婆婆 来帮你做一些 比较容易一点的 产品的制作 这样可以给他 一个合理的人工 我想问一个生意的问题 就是撇除环保的因素 那你们这些商 就如果越收得多的话 那应该成本就越高 因为你可能 你少几个收到 你如果一个需求很大 那你应该 要不是两个二 可能贵一点 三五元四元 那你卖出去也会贵一点 那同时间你们面对的 竞争者就是 最大的竞争者 就是新的商 那他要买新的 更便宜一点 那我不会买你的那些 那新的商 刚刚上网看过 都是十元八元 都可以买多一个 那那个新的商 越买得多越便宜 如果我订了一千个 一万个 那可能更便宜一点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们会不会面对 一个 就是价格方面 最后其实都竞争不了 和新的商 那首先说 会不会越收越贵的问题 那其实 只要如果你 因为现在现金去收的 都是用一些车去装的 那其实如果越收越多 车大了 除外一个商 其实都会越来越便宜 那首先 糾正一下这个问题 而另外 关于你 新商的 这个行业的 这个问题 我们一开始 是有担心过的 但是 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 卖新商的地方 你订商 你是要去他那里拿的 而我们是会 包括一个送货的服务 而计算送货的服务 一个商的价钱 亦都会 比一个新商的价钱 而另外 新商 你订造越多是会便宜 但是 我们现在 Tagent Market 是用商的大小 会有些不一的 当你订得多商 多数它都用同一个大小 来生产 便宜 当你分散大小的时候 那其实 成本也不是真的便宜了很多 但是我们 因为十方者 本身 收回不同类型的商 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 反而就可以供 不同大小的商 给他们 我再补充一点点 就是我们现在 收商的效率 可能你们都觉得比较低 因为我们在推车 其实我们还是在中西区收 其实香港最贫富 元素的地方 应该是深水堡 王大仙的地方 那我们以后 怎样去收呢 我们计划就是 刚刚说到 跟六脚丫 一起合作 他们有七百多个义工 他们自己每个人 最熟悉自己身边的社区 我们只要叫他们 将他们身边 留意到的公公婆婆 资料 告诉他们 他们十方的pattern 几点在哪里出现 等我们有些数据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叫一个 高高车 包车5.5吨 也好9吨也好 一转车 一条路线走下去 那我们其实可以收到 很多的商 而且成本也会比较低 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方法 去降低成本 而且增加我们 收商的稳定性和量 我想问一下 现在有多少个 比如十方的长者 你们有跟他买商 过去过一年的经验 究竟你会看到他们 和我买给你们 增加到多少收入呢 我想看看社交影响有多大 好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在中西区 从西盈盘到经历地城 接触的婆婆有十几个 因为他们收拾的商 也很值得 我们讲个例子给你们看 譬如如果一辆车 它好像人这么高的 说人这么高的 去到100公斤也好 要去到人这么高的 它那里才得50元 如果有些婆婆 可能收拾药房 只有那几个 十几二十个的时候 可能得过两三元 而我们跟他一个商 已经是一个一个计算 已经是说一元两元去收的时候 分分钟 我们收他半车 已经比他那辆车去买的了 是的 那个比例 我们卖的商的价钱 我们的鸡蛋商来说 一个鸡蛋商我们收了两元 而他们的重量买出去是五毫 个别数 我想问 你有没有问过 那十几个人 每个月 因为这样多了多少钱 多少%的收入 为什么我的伙伴会这样说呢 因为你直接问他 你现在赚了多少钱 我们帮你赚了多少钱 他们是不会回答我们这些问题的 所以我们 亦都有尝试过这样做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側面的角度 去看回评估他 平时收到多少 然后就成了 现在大概 我刚才有说 每个月大概 是会有一倍的收入 只是纸皮而已 因为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 其他方面的渠道 其实如果我们很快计算这个数 我当婆婆可能一个箱 买五毫 那你们创造价值是四个半 就是四元一个箱 你们创造了一个价值 那一半是给婆婆 一半是你们自己 那但是你一个月 当你四千箱 那才算 那你四元一个箱 就是说万六元 那万六元 我假设 如果你们几位毕业自己 去做一份工 然后一起夹 八千元出来分给婆婆 就是可能还分得更多 就是你可以夹多一点 那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想想这个问题 那也是很谢谢你的意见 一开始其实都说到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是给他们 我觉得这一份 就不是值得一个社会企业做的东西 我们要做的对他一份认同 第一步就是 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 缺乏一个行动 那大家出来 如果我和阿凯都毕业了 那不如突出来 做了第一步 去尝试制作这件事 就是人工那方面的时候 我相信未来 我们两个有信心 我们全天人都有信心 一定会找得到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令到原来 执子皮 这一刻的时候 他们觉得是有一个价值的 那这方面的时候 我们如果说做帝奇 又或者长远地来说 我觉得我们的选择 这一刻就是 他做了一些 我们可以缺乏 我们赚钱的时候 不仅仅是钱的 还有其他可能 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 一年的经验 又或者看到这个社会 比金钱更加重要 而说底句 一个十方者需要的在认同 谢谢 Thank you judges and 十二子强 You may return to your seats